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Gins Camera Live 频道 首先 弹幕牵到走一波 内容继续上一期的节目 那这么小的一个迷你运动相机 Insta360 GO 2 真是麻雀随小五脏俱全 太贴切了这句话用来形容它 那么这么多参数之后 到底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我们的日常拍摄的Vlog的主力设备吗 我们来看 你好 蒙特利尔终于解封了 今天终于可以和朋友约去餐厅吃饭 我们约了一个brunch 早午餐 那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它 是我们Insta360 GO 2这台小相机 那比如说你拍摄第一视角或者运动用起来都会非常方便 但我也好奇就是如果把它作为拍摄Vlog的主力机 它能够胜任吗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吧 明天生 과 neo 你有什么这样的话 不是 这是有 tema 我现在是去乘坐地铁 然后到那个档塔 这是市中心水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铁站 我现在是去乘坐地铁站 这里是公开 我现在是去乘坐地铁站 我现在是在乘坐地铁站 我们在乘坐地铁站 我现在是在乘坐地铁站 我们现在在沐特利尔的叫做Konkolia大学 这位置等我朋友 然后呢 刚才沐特利尔之后有租过一段时间 这个附近 它是非常非常的Downtown的附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位置 有一个 怎么讲 咖啡色的那个大楼 是专门租给学生的学生公寓 特别的小 里面只够摆一张床 一个电视和一个微波炉 然后一个小衣柜就这样 但是它的价钱好像是 900到一个月吧 就是你900到其实在地铁沿线当趟以外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租到 比如说一室一厅两室一厅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因为是市中心 就是那边你看到有一个女孩在打电话 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收费非常的贵 那我住了两个月之后我就搬走了 实在是太离谱了这个价钱 哎呀 在哪儿 在那边 在录着呢 我天哪 你这块美业 是不是 我们要去吃的那家不让去叫宋吗 名字来着 哈哈 笑笑笑笑 哎呦 刚才叫我读过 怎么读过 我都不会 我忘记怎么评了 叫叫花卦 花卦 来一会儿进 不知道会不会排队 可能要排的话 然后呢是不是排队 因为他家不让是只有星期四到星期一天 早上有 其他天不开 对 平时只开晚餐 嗯 好像是要排队 对 这是很火爆 你还是要排队的 591 629 OK OK 谢谢 哇大家都隔开的呢 包放 猜上 这个是 华富饼和炸鸡 哈哈哈 哈哈哈 太油腻了 哇塞 这个 我可以拍我 你为什么要锁它呢 没有 我来拍这个 那除了用它录制视频之外 那或者是移动延迟之外 我们可以用它来拍照 那它拍照片的效果怎么样呢 首先它是可以支持这个RAW的这种照片模式的 那比如说你之后用于这个Photoshop或者是做一些色彩更改都是很方便的 那具体效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其实整个看下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记录日常生活是完全够用的 拍拍照这么大的广角 拍出来的人脸也非常小非常好看 另外什么移动延时啊等等这些小功能也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那么对于一些不爱带相机出门的朋友 Insta360 GO 2也许是你可以考虑的相机之一 好的我是靖 喜欢我就别忘了一键三连以及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